多乐故事 做个有趣的人 妈妈在看电视 仔仔和爸爸从外面回来 仔仔一声脏兮兮的 仔仔又干什么去了 说过多少次了 你看看你的新衣服 又弄得这么脏 就是不听话 受不了了 怎么了 妈妈 你是我见过的 最没意思的大人了 只会唠叨 我 我也是为你好啊 我喜欢爸爸 他总是和我一起玩 我 我不喜欢你了 说完 仔仔就跑走了 留下了爸爸和妈妈 爸爸在看电视 妈妈不走心的 想了好久 我真的是一个 没意思的大人吗 午饭过后 仔仔和爸爸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电视 爸爸 好无聊啊 我们今天玩点什么呢 我们去玩打仗的游戏 好不好啊 耶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时 妈妈走了过来 我想过了 从儿子出生到现在 所有好玩的事情 都是爸爸做的 我一直都在管呢 说呀 简直就是一个很没有意思的大人 可不是吗 瞎说 他是在开玩笑的呢 孩子妈妈 俗话说的好 知错要改 从今天起 我们换一下 我带儿子玩 爸爸做家务 保证好玩 仔仔和妈妈 来到了院子里玩傻 妈妈 你玩得好无聊啊 没劲 那你想玩什么呢 我们踢足球吧 可是 我不会啊 妈妈果然是我见过的 最没有意思的大人了 我还是一个人玩吧 别别别 我陪你 仔仔叫上了甜甜和妈妈 一起玩起了足球 可是 妈妈怎么都不会玩 老是乱踢 还摔倒了 妈妈 你就别捣乱了 我还是自己玩吧 别呀 等等我 仔仔和甜甜 去一边玩了 妈妈很无奈 但是 她看到了院子里的滑板车 仔仔和甜甜玩的时候 妈妈划着滑板车 酷酷地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仔仔 你妈妈简直太厉害了 居然会玩滑板呢 怎么样啊 太帅了 妈妈 我也要学滑板 那 我是一个没有意思的大人吗 妈妈 你是我见过的 最好玩的大人了 大家一起 开开心心的 玩起了滑板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